大家好,歡迎收聽Onboard足球快訊 據西班牙每日體育報的報導 巴塞中場,法蘭克基斯爾受到了兩家英超球會的關注 包括富咸和維拉都有意在冬季轉會槍將其引入 基斯爾在今個夏天以自由身加盟巴塞 他有可能為巴塞換回一筆轉會費 在艾瑪利接手維拉之後,他希望補強中場 維拉準備報價1400萬歐元求購基斯爾 富咸的報價就更高,他們準備開出一份 加上浮動條款總約為2200萬歐元的報價 這份報價將會令巴塞沒辦法拒絕 由於歐冠小組出局,巴塞急需資金 如果真的收到基斯爾的報價,巴塞很可能都會放人 TT1萬歐元的報價